今天我们解读的书是叫做《战胜拖拉》 这本书是关于应对拖延症的奠基之作 那么作者针对拖延症的成因和克服拖延症的策略 是做了一个详细的论述 提出了一系列有指导意义的科兴方法 不论你是专家还是普通人 只要是或多或少的有拖拉的倾向 并且希望战胜拖拉的话 或者仅仅是想在完成庞大复杂的工作时 更加的有效率 那么这本书对你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它会教给你如何在生活当中 更加高效的利用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享受悠闲的时光 保证你的生活质量 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算不算一个拖延症患者呢 其实一般来说 某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想做 但是又不得不做的话 你就会不停的往后推迟 其实拖拉这个问题啊 在所有人的生活当中 或多或少都会存在 毕竟咱们现在生活压力这么大 每个人都有一些试图推迟 甚至是逃避的任务和目标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菲奥里 在本书当中呢 为拖拉重新下了一个定义 他认为呢 拖拉其实是你企图解决任务背后 一系列心理问题的一种尝试 那么这些问题啊 包括自卑心理 完美主义倾向 对成败得失的恐惧 还有优柔寡断等负面的观念 那么最容易拖拉的人 往往也都是那些 最害怕困难批评失败 以及担心专注于某个领域 而失去其他机会的人 其实拖拉最要命的呢 可以说是他能够让你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面对巨大的压力 你经常会茫然无措 想要通过拖拉来去逃避 你也很难无忧无虑的去享受闲暇的时间 否则就感觉自己好像是犯了什么天大的错误一样 最后呢 逃避也逃避不了 时间就变得越来越紧 你也会变得越来越焦虑 最终还是不得不做 但是呢 做的实在是不够好 而且还影响到你做其他事情的情绪和效率 更加严重的是什么呢 更加严重的就是摆脱不掉的忙乱和压抑 会让你感觉自己是一无是处 严重挫伤你的自信心 还有生活质量 既然这个拖拉如此致命 如此让我们感觉到焦头烂额 那么你又该如何去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 使自己由一个失败的拖拉者 变成一个成功的高效者呢 那么这本书就为你提供了一整套 克服拖延症的策略和方法 比如说 我们要搞清楚 自己是怎么拖拉 怎么去浪费时间的 并且要对症下药 再比如说 克服拖拉背后的完美主义心态 和对成败得失的恐惧心理 克服拖延症的行动障碍 制定一个具体的日程计划表 并且坚持执行 来帮助自己实现更高的工作效率 和享受更多的闲暇时间 还有呢 就是学会在喷发状态下 从事创造性的工作 那听到这些 你是不是会有所怀疑 这个拖延症这么根深蒂固 难以治疗 那么这些所谓的策略和方法 真的会管用吗 哎 其实呢 管不管用 还是要看你个人的行动 这本书只是为你提供了 一系列的指导建议 那如果你真的下决心 要摆脱凡人的拖延症 那么也不放来看一看 和试一试吧 在这本书的开头呢 作者首先就拖延症是如何诞生的 做了一番论述 他说 想知道你是不是一个拖延症患者 我们可以先来做一个小的测试 比如说 你是否有太多要做的事情没做 觉得生活就像一场 没完没了的义务旅行呢 你是不是经常会迟到 感觉自己的时间观念出现了问题 你是否会经常对着自己的目标和价值摇摆不定 你是否又会经常因为没有完成某项工作 或者完成的不够好 而觉得内疚和抑郁呢 或者你是不是会优柔寡断 害怕因为犯错而受到指责呢 那么如果你觉得自己符合上面这几条征兆中的 大多数 那么很不幸地告诉你 你有可能就患上了比较严重的拖延症了 现在咱们可以扪心自问一下 自己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拖拉呢 你很可能会说 因为我懒呗 这个可能是大多数人为自己拖拉找的一个理由 或者是借口 咱们想一下哈 你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会如此拖拉吗 显然不是 你恨不得立马马上去做 那么这就绝对不是说懒癌的问题了 之所以你会拖拉说白了 其实你压根就不想做这件事情 你是在逃避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在心理 使你被迫采取了逃避 这种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式呢 那是因为你害怕失败 害怕不完美 也害怕被批评 害怕无法实现自己的心理预期 害怕这个 害怕那个 害怕与之相关的一切的一切 其实呢 拖拉并不是像你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说是懒癌的产物 或者是某种性格缺憾 其实呢 作者认为 它是企图解决任务背后一系列 恐惧心理的一种常识 比如说你之所以会选择拖拉 说白了就是拖拉 能够给你带来临时的一种好处 它可以暂时释放工作 引发的一种焦虑 那么拖拉至少表明了你的态度 那就是你对这个任务表示反感和抗议 那么拖拉呢 可以抵御对成败得失的计较和恐惧 你不用害怕说 失败之后自己受挫的这种痛苦 也不用担心成功之后面临的新一轮压力 好像这一切看上去都挺完美的 当然了 比起为什么拖拉 更重要的是要搞清楚自己到底是怎么样去拖拉的 这样我们才好对症下药 首先呢 你要弄清楚自己是如何花费时间的 那么良好的时间管理和精密安排 才是摆脱拖拉的必要工具 你可以试着做一个拖拉日志 来记下花费时间的方式 着重地标出浪费的时间和效率低下的活动 那么这样呢 你才能够清楚地知道 自己需要在哪些方面去改进 然后呢 你还要学会利用拖拉和焦虑造成的这种困境 拖拉和焦虑呢 往往会迫使你在最后的时刻做出抉择 比如说 你可以想象自己身处绝境之中 如果要是不迅速做出决定的话 就可能会面临生命危险 以此呢 来强迫一下自己做出反应 锻炼对拖延症的克服能力 最后呢 我们要尝试改变强迫式的对话方式 来给自己减减压 比如说我们把不得不做 换成我选择做 把必须做到实权实美 换成我尽力而为 把没有时间休息 换成我争取花时间玩 有人说 哎 我要停止拖拉了 但是呢 我决定推迟一段时间之后再停止 其实啊 这只是一个笑话 为什么呢 因为拖拉其实会让人上瘾的 因为它能够缓解你的焦虑 但是 它是反效率的一种工作方式 时间一长 只会造成恶性循环 拖拉最大的危害啊 就是它会让你陷入恶性循环 没有办法享受现有的生活 既不能够高效率的工作 又没有办法悠闲的休息 那么你的改变和希望 好像永远都在遥远的未来了 所以呢 你必须去试着用其他的方式来替代已经养成的拖延习惯 作者认为呢 障碍行动导致拖拉主要有三大障碍 那就是面对某一任务 害怕自己无法下手 害怕自己做不成功 而且害怕自己玩不成 那么对此呢 作者为你提供了三大克服障碍的工序 如果说你害怕自己没有办法下手 那么你就要学会分段思维 这样呢 你所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庞大棘手的任务 而仅仅是一个一些很容易完成的若干小单元 快速地选择一个小任务 我们开始着手工作 这样你就能够把足够的时间留给过程了 那么对于还处于刚刚开始的状态 你也不用太过于焦虑和自责 如果你担心自己失败 那么你就要学会处理焦虑了 对失败的担心和焦虑 可以让你产生警惕 激励你对紧急状况采取措施 那么应对这个问题 你可以制定一个计划和行动方案 正确把焦虑和恐慌的负能量 转化成激励性的正能量 当你身处对失败的焦虑当中 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几个问题 可能发生的最坏状况是什么呢 发生之后你应该如何应对 你将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 为了降低这种最坏状况发生的可能性 你能够做一些什么 那么如果你担心完不成任务 那么你就要学会坚持不懈了 为了应对这种消极的态度 在一项任务开始之前 你就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但是注意不要把准备的过程也变成拖拉了 一旦任务开始之后 我们就要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任务本身 不要老实担忧说 哎呀某个进度你可能永远做不完 也不要老实担心说 做完这个任务 哎呀我怎么还有其他下一项任务啊 我们把任务分割成若干个部分 逐一去攻克 并且呢在这个其中 穿插休息的时间 劳逸结合 对任务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困难 你也要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 争取创造性的解决困难 或者是我们绕开这个困难 那么对于任务的结果 咱们也不必要太过的执着 完成之后 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吧 你每天上班呢 都会打卡签到 每完成一件任务呢 也会让自己休息一下 因为这样能够帮助你克服惰性 督促自己养成某些习惯 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 你就会发现说 那些高效的成功者呢 都有一套详细的日程计划表 来安排他们的时间 为了进一步帮助你摆脱拖拉的习惯 作者开始寻求建立一套策略 这个策略的基础和目标就是 高效工作和无忧休闲 具体来说呢 就是制定详细的日程计划表了 你可以以星期为单位 把整个星期划分为 若干个可以自我控制的片段 那么计划当中呢 主要包括高效工作的记录 和休闲生活的安排 由于你拖拉成性 那么你也可以先把每个工作段的时间 降低到你能够承受的最低限度 比如说30分钟为一个单位 每完成30分钟的工作 我们就做一次标记 然后随着习惯的养成 再逐渐的往上加时间 这样在每一小段工作之后 你都能够获得一个及时的反馈 而不是说 一直变到整个项目完成之后 才能够获得一种成就感 那么除此之外呢 你还要为自己的休闲活动 安排足够多的时间 在休闲活动上 每天每周 你要花多少时间 不超过多少时间 用来做什么 对此呢 你都要做好计划 比如说你每天必须锻炼 至少半个小时 那么每周末呢 必须要读几小时的书 为了更好的说明 应该如何制定这个日程计划表 作者提炼出了几条原则 来供大家参考一下 那么最基本的一点就是 在你的日程表当中 要尽量多的加入与工作无关的活动 这样呢 就能够保证你自由的支配时间 只有当你完成了那30分钟 最低限度的工作时 再把有关项目工作列入表当中 把你的日程表当作是上下班 打卡签到就好了 那每个时段的工作结束之后啊 我们也可以自己奖励自己休息一次 或者呢是做一些更加有意思的事情 转移一下我们的注意力 跟踪自己每一天 每一个星期 用于高效工作和乌忧休闲的时间 不断地做出调整 那么每个星期始终呢 咱们都留出一天的时间 什么都不用做 用来休闲和处理杂物 从小处做起 不要以完成一个大的计划为目标 要着眼于每个时段的高效工作 那么这个日程计划表呢 至少要坚持遵循两周 然后再根据执行的情况 我们再做调整 使它呢能够更加地符合你自己的风格 比如说有些天的效率可能没有那么高 那你就要特别地注意那些 让你格外分心的事物了 调整一下在上面花费的时间 制定这样的一个日程计划表呢 并且严格地按照上面说的去做 可以帮助你在工作当中 实现更高的效率 在休闲活动当中 也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 那么这对克服拖延症来说 是一个有效可行的方法 对于拖延症患者来说呢 如何摆脱拖拉 固然是第一药物 但是呢 摆脱拖拉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最终目的啊 是人人都想成为一个成功的 高效者 那么在这一章节当中呢 作者将会就如何从一个拖拉者 变成一个高效者 提出他的看法 除了高效工作和无忧休闲之外 一个成功的高效者 还能够让自己随心所欲地 进入创造性的喷发状态 以天才或者是接近天才的水平 去从事工作 那么这种喷发状态 主要是包括超强的专注力 创造力和应变力 这种状态可能很难达到 但是呢 只要经过一定的训练 其实啊 人人都是可以做到的 作者在这里呢 就提供了几点 可以供你参考的一些建议 第一 灵活运用你的大脑 大脑运用得当 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提出 很多好的创意 那么第二呢 就是要重视你的草稿 为什么大家都很热衷于 名人的草稿 因为草稿 是他们灵感和创意的集中体现 你要重视自己的草稿 草稿呢 是你发挥和完善创造力的基础 第三 就是要学会集中注意力 可以从事一些短时间内的专注练习 能够帮助你提高专注力 比如说呢 我们可以采取打坐的方式 来调整好呼吸状态 用两分钟感受自己的整个身心 那么这种安静平和的状态 可以为你投入某件事情 做好准备 我们把喷发状态写入计划当中 在喷发状态当中 酣畅淋漓的工作 会消除恐惧情绪和你的拖拉习惯 让你变得更加的专注 有创造力的进行工作 当然了 这些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想让任何一种改变不良习惯的计划 在你身上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 就需要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 对计划进行调试和裁剪 克服从拖拉者到高效者发展过程当中 产生的障碍和倒退 我们当然要允许计划当中会出现倒退 你学会了一种新的习惯 也没有必要完全抛弃某些旧有的习惯 从这些旧的习惯里面 你也可以找出自己拖拉和焦虑的根源 究竟在哪里 你甚至可以故意的主动选择拖拉几个小时 并且观察一下自己 这种倒退将会帮你指出 你最容易在哪些时候 以什么样的方式救病重返 在计划当中 融入弹性和刚性 也是自我恢复和抵抗风险的能力 一个成功的人 从来都不会祈求 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进行 他愿意承担任何合理的风险 在应对苦难和失败的过程当中 能趋能深 不要因为项目当中出现倒退和障碍 就自责不已 你需要做的是把精力 用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上面 你可以在比如说爬山 这种休闲活动当中 练习应对挑战的能力 学会把压力转变成一种动力 此外还有合理的设置目标 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 你必须安排好任务的先后顺序 放弃那些基本上实现不了 和没有多大热情的愿望 否则你最后就会因为 晚不成任务而感到受挫 很容易陷入到拖拉的恶性循环当中了 如果约会的时候 你的另一半总是迟到 如果你的朋友 没有及时地给你回电话 如果你办的某个手续迟迟没有结果 你是不是会觉得都难以忍受呢 所有人其实或多或少的 都会碰到拖拉问题带来的困扰 那么面对这样的困境 你的抱怨只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到最后搞得好像拖延症患者 总是在故意刁难你一样 其实你的教导 似乎也从来不会起到作用 你不停地告诉别人要准时 结果总是徒劳的 或许你把自己的定位摆错了 其实你不应该把自己当成引导者 而应该仅仅是一个咨询师 你要做的呢 就是提供支持和帮助 而不是要自作主张 代替他们做决定 更不要因此就轻易地占领 道德之高点 对他们平头论足 过分的谴责 只会给拖拉者施加更大的心理压力 从而造成他们更大的行动障碍 何况啊 本来他们自己就有自我批评和自我否认的一种倾向了 和拖拉者一起生活也确实是天然人头疼的一件事 很多夫妻甚至因为这个吵得是不可开交 最后落地一个离婚的下场 抱怨和唠叨只会产生怨恨 拖拉者呢 总是处于被批评的地位 感觉好像是低人一等 那么这个问题必须心平气和的协商解决 你要把拖拉者当成是跟你平起平坐的人 他是一个能够自我决断的成年人 而不是必须回应你的时间紧迫的受压迫者 前面呢 我们提到分段思维对解决拖拉问题就很有效 对于拖拉者来说 你必须八点钟到 不如你需要在七点钟起床 然后呢 七点半出发来得有用 这些会帮助他们搞清楚 如果要按时到达 得需要哪些具体的步骤 你需要把你的某些习惯开成布公 让对方试图去理解 并且呢 你也要理解对方的难处 其实不只是在日常交集当中 在职场上 如何有效地与拖拉者一起工作 对管理者来说 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成功的领导在管理拖拉者上 往往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其实好的管理者 不会一味地要求员工要顺从他 而是采取沟通的方式 比如说 不会强行要求员工在某个时间点 一定要完成某件任务 否则就会怎么样怎么样 而是呢 询问自己的员工进度 并且对他们做出激励 你想要在你需要的时间拿到结果 就必须地不断与员工进行交流 重要的是 让他们明确 他们的责任 要对工作尽心尽力 好的管理者不会过分地强调任务期限 而是更加关注特定步骤 为了减轻员工的紧张和他们的茫然 最好呢 不要把一个复杂任务的最后期限 直接抛给他们 而是可以把任务分成若干个 可以随时开始的部分 引导员工逐一去完成 好的管理者会照顾员工的情绪 员工工作做得好 不要吝啬你的表扬 出些问题的时候呢 也要保证员工的尊严和底线 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态度友好的指出来 过多的批评 甚至是人身攻击 只会加重员工的焦虑和紧张 导致拖拉问题的再次出现 好的管理者会妥当地安排任务的先后顺序 让员工知道 哪些工作是重要的 不要向员工频繁地展示紧急事项 这会挫伤他们的信任感和积极性的 好的管理者会及时公平地回报员工 这一点可以让员工获得归属感 提高他们的工作动力和热情 出于实际考虑和人文关怀 在日常生活和职场当中 如何与拖延症患者相处 帮助他们摆拖拖拉 提高工作和生活质量 作者们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好的建议 那么到这儿呢 这本书的解读就结束了 如果你也是一个拖拉者 或者或多或少的存在拖拉的问题 那么不妨去试着实践一下 这本书当中呈现出来的技巧 你可以对他们做一些调整 以适应你的个人风格 还有具体的环境 保持开放的心态 保证用一套方法建立起来的新习惯 去替代旧有的拖拉习惯 实现高效工作 享受无忧的休闲 那么这本书呢 还为我们提供了几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 拖延症是怎么发生的 拖延症有哪些危害 如何有效地摆脱拖延症 变成一个成功的高效者呢 你也可以继续去思考一下